中国是最早使用和发现奇异的国家 奇异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最好的一个礼物 我叫富宇舟 是人间奇异的一个传承人 我现在一直都从事着自己的奇工艺这个手艺 奇异一般的评价 一般的标准是很简单的 就是平光亮 那么作为一个手艺人 你要知道从食物的接触它是不一样的 它有温度有手感在那里 它好像就会跟你那个灵魂会有一种交流 或者触动的一个东西 传统是在发展和变化之中的 那么你应该有所创造 那么过了一段的时间以后 你现在所创造的东西也就是你的传统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政府非常重视 特别是飞夷这块 对手艺人的尊重 让他觉得心里边会有一种 比较踏实的一种心态在那里 学生就要几十个 但是徒弟不多 因为徒弟要进到我的工作室里 现在也就大概有六七个 七一这个系统太庞大了 不好学 我们从整个 整个中国的七一历史上 我们对七一的挖解也还是不够的 我希望他们好好的把这个 七一这个手艺真正的去做好它 你看那样子下 多忙不及 真的 不是 对手艺人的 田团 这次 感谢观看